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见一个 印度费茶小伙,来到中国学习功夫 得到流浪乞丐的真传之后 意外学会强弄十八掌 从此用中国功夫开挂 成为印度第一高手 走上人生巅峰的搞笑故事 故事一开始呀 在一个千年寺庙里 先知法师正在做法 寻找救世主刘胜将军的转世 只要找到他 便能给世界带来和平 那这哥们到底在哪里呢 他就是咱们的男主土豆哥 从小土豆哥 就能用一只眼睛单手削土豆 那技术可谓是快如无音手 江湖人称土豆小废柴 靠着削土豆削萝卜的刀法 也算得上是印度第一导克 要说土豆哥也是很悲剧 不管是找谁去算命 都算不出他前世是什么 土豆哥也认为自己 这一辈子算是没什么出息了 想着拜神改运 结果连房子都烧了 有一天他终于找到立刻 长得像猴子的土豆 从此再也不削土豆了 每天拜土豆 老爹气的直接一脚 把他踢上了天 差一点就连成了新爷的如来神掌 终于啊 来自中国的孙人找到了土豆哥 他们告诉土豆哥 他这是刘胜将军的转世 这听到土豆哥也是一脸梦圈 有语言不通 土豆哥还以为自己要请去当皇帝 就这样 土豆哥坐着小飞机 就来到了中国 路上还做梦当上皇帝 后宫家里三千啥的 下了飞机才知道自己啥都不是 而且还遇上一个女刺客 要说咱们的反派就很厉害了 他的货品都写上大佬两个字 江湖人称光头大佬 大佬不光手下多 而且练了一手飞帽抹脖子的功夫 听说土豆哥就是救世主 于是带着小弟来到寺庙 找土豆哥算账 土豆哥捧着土豆 根本就不敢吭声 只求大佬能放过他 正在土豆哥的土豆被打飞时 被一个凉乱乞丐 捡到了 在土豆哥将死之时 乞丐伸手救下了他 这边村民们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以为土豆哥就这么个屁了 其实土豆哥抱着土豆 住在了乞丐 长毛叔的山洞里 想想自己悲剧的一生 除了小土豆还能做什么呢 他发现长毛叔 虽然有时候疯疯癫癫 实际上是一个失忆的武林高手 想着帮助他找家人 后来遇到了来中国 找亲人的翠花 长毛叔看看相片 才想起了自己是武林高手 并且自己的仇人就是光头大佬 土豆哥决定拜长毛叔为师 当然现在的长毛叔 已经也踢了头 土豆哥听说中国功夫最厉害的就是一氧纸 瞧着长毛叔教他一氧纸 长毛叔就说了 你个印度小废材 学什么一氧纸呢 还是学点其他的吧 第一步就是练习聪面棒 接着还学习水上飘 土豆哥很快就发现自己被骗了 但是不能走呀 因为土豆哥想去小师妹 翠花 就这样 土豆哥看起了他漫长的功夫之路 一氧纸没学会 倒是学会了金刚不坏的铁布山 不得之后土豆哥看着师父就准备复仇去了 看着箱子上的大佬 那人知道这里准没搞错 土豆哥打起家来还瞎那么回事 小弟们打不过只能抓人质 土豆哥一憋气一脚踹出去 看着是踢在人质身上 实际上土豆哥此时已经和土豆合二为一 竟然练成了格伤打牛的开挂武功 不管小弟被踢飞 而且海面都能掀起千层浪 看了土豆哥这真的是学业所成呀 大佬知道自己的地盘备战 他觉得自己的干女儿出战 也就是土豆哥在机场遇到了女刺客 这妹子长得也像是个混血 长毛叔认出妹子是他的女儿 下一秒就被妹子给扎心 还好土豆哥即使出手相救 凭着一身铁布山 土豆哥此时已经是一颗钢铁土豆 大佬大伙全身而退 回家之后 长毛叔已经没了战斗力 土豆哥看着刘胜的雕像 再看看自己的土豆 莫非自己真的是刘胜的转世吗 还是先拜拜土豆再说吧 第二天 大佬的小弟们倾巢而出 土豆哥凭着自己的金刚不化之身 加上新学会的降农十八掌 打得小弟们满天飞 妹子也终于知道 长毛叔就是自己的老爹 背叛的光头大佬 最后大佬只剩下了一个光感司令 但是大佬也不是吃素的 他的战斗力绝不在长毛叔之下 土豆哥笑了几十年土豆 都比不过他的手力 被打懵之后 这时他想起了自己的印度老爹 从小老爹就说他没用 笑了这么多年土豆 这一次他要证明自己就是武林高手 土豆哥爬起来 就将长毛叔当成了大帽子的土豆 既然是土豆 那就开销 而且还领悟了 削土豆十八掌 那这可不是我瞎编的 这就是这部电影最大的特色 将印度的开挂和中国功夫结合 土豆哥一顿垂小胸口 脑子里想着都是在削土豆 将削土豆和小龙十八掌合二为一 最终土豆哥一招隔山打牛 把刘身的雕像打了下来 不可一世的大佬就这么被砸狗屁了 最后导演也说了 他们还会拍续集 那就是土豆哥去非洲 无意中看到这么一部奇葩的功夫电影 能把印度的开挂精神用在功夫片上 真的是佩服编剧的脑洞 无聊时看看还是挺好玩的 就是没搞懂那个土豆代表什么意思 每天一部小电影 欢迎来自关注西瓜看电影 本次作品来源功夫电影《月光集市》到中国